五月的一天早晨九点 周某在京城菜市口闲逛 遇见了几个老朋友 正双手抱拳打着招呼 忽然间一声巨响 顿时天昏地暗 转眼间周某的头便不一而飞了 身体仍然保持着双手抱拳的姿势 倒在了地上 几个朋友却都毫发无损 惊呆了 1626年五月三十日 端午节的第二天早晨九点多 天光大亮 京城闹市人声鼎沸 行人过客匆匆 看似一片祥和 可突如其来的一声巨响 打破了这一切 随着烟尘的弥漫开来 顷刻间地动山摇 天空昏黑如夜 房屋瞬间崩塌 砖头瓦砾漫天飞舞 街道损毁的几乎难以分辨 一些人和树木忽然腾空而起 不知去向 到处都是血腥的气息 满地的肉糜 惨不忍睹 正在乾清宫吃早饭的明熙宗朱油孝 突然感觉整个皇宫大殿摇摇欲坠 他不顾九五之尊的身份 慌忙起身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冲向了故宫的交太殿 就连大内侍卫都来不及反应跟上 唯一一个紧随其后的贴身随从 还在途经建吉殿的时候 被瓦块砸中头部当场毙命 明熙宗还未满一岁的三太子朱慈炯 直接就吓死了 而紫禁城皇宫内院 当时正在进行了修缮工作 有近千名高空作业的工匠 纷纷坠落 摔成了肉饼 一时间皇宫内外大乱 京城军火铺 王宫厂大火滔天 明熙宗的内阁成员听闻子事 便以76岁的首府大臣顾炳谦为首 迅速地集结到了私善门外 听后调令 那你说当时的办事效率 可真就这么高吗 这要换平时还真不敢说 但这次都炸到皇上家门口了 连三太子都吓死了 吏部和御史一刻都不敢耽搁 立即组成了联合调查组 展开了调查的工作 而明熙宗这边也是勃然大怒 拍案而起大吼一声 朕要亲自督办 并做出了最高指示 根据明实录西宗实录中的记载 朱游孝说公布 督察院并巡视科道 即巡程御史兵马 本场监督主事 诉赴王工厂巡看救火 不许饥驰 经过调查后发现 此次事故的范围 大概以王工厂为中心点 东至顺城门大街 西至平泽门南 北至行步街 这样一个直径约为 1.5公里的大致范围 这次爆炸 如果以后市的估算来看 爆炸威力相当于 1万多吨的TNT当量 几乎相当于 广岛原子弹的水平 事故中记载描述称 石驸马大街 有约3000公斤的大石狮子 被炸出了顺城门外 也就是说 从如今的新文化街 炸到了轩武门外 3000多公斤 炸飞出去500多米 树木石块瓦砾和肉 自天上如下雨一般散落 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房屋损毁数以万计 死伤百姓两万余人 断壁者 折足者 破头者无数 石海遍地 晦气冲天 一片狼藉 惨不忍睹 不得不说 一旦牵扯到天子 五代时常被人构定的 官换系统 运转起来也是异常的迅速 在事故发生的当天 齐城御史李灿然就已经统计 报告了事故的损失 并联合吏部给出了最终的调查结果 如此重大的事故 可能是因为有恐怖分子 偷偷潜入了防卫森严的 王工厂火药库放火 希望皇上能立即加强安保措施 那么事已至此 是不是就可以完美的收场了呢 然而并没有 这件事情我认为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 明朝的史册中 居然赫然记载着 喜宗皇帝不得不下罪己诏 大赦天下 喜天安民 发府库万两黄金赈灾 首先来说罪己诏 也就是皇帝公开的自我反省这种事 在历史中就非常的罕见 十个手指头都数得出来 其次就是大赦天下 一般来讲 多数时候新皇登基 更换年号 立太子 立皇后 只要是赶上皇帝高兴 都可能会大赦天下 反之则是遇到重大天灾 皇帝担心天怒人怨 所以呢 也可能会大赦天下 对没错 重大天灾 如果按照调查结果来看的话 王工厂的大爆炸是因为有贼人 蓄意放火 那这应该不是天灾 而是人祸 明熙宗只需要责罚那些失职人员 不就行了吗 虽然说那些人可能已经炸的毛都不剩了 但如果还不够解气的话 像诸九族一类的手段 应该也还是可以卸民愤的吧 当然也不排除 这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千古明君 但明熙宗是吗 之所以说王工厂大爆炸 也就是天启大爆炸 能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重大悬疑爆炸案 还是因为其中的蹊跷诡异太多 我们继续往下聊 据史书明实录 西宗实录 国阙 卓中志 地经井物略 以及民间野史 天变抵抄中的分别记载 在天启大爆炸发生的时候 工部尚书董可威双手被炸断 玉使和庭书和潘云义家都炸没了 人也凉透了 宣抚扬总兵一行七人 连人带马 炸的是无影无踪 越西会馆路口的私塾里 老师和学生共计36人 在一声巨响之后 完全没了踪迹 圆红四街头有一个轿子严重损毁 轿顶都被先飞了 可轿子还在 轿夫却不翼而飞了 轿子里的女人还在 衣服却不翼而飞了 绍兴一名压抑的弟弟周某 正在街上和熟人抱拳打着招呼 突然间一声巨响 头就不翼而飞了 身体倒在了地上 而其余六人则啥事没有 天边抵超讲说 所伤难负 据赤体寸丝不挂 不知何故 地经警务略曰 牧十人负自天雨而下 乌以千数 人以百数 死者皆裸 国阙中记载 凡死伤据裸露 衣服飘挂西山之树 昌平轿场 衣服成堆 对没错 前面那些林林总总的伤亡事故 倒也还算正常 但后面所记载的 同一地点 有的人头都炸飞了 有的人呢 却安然无恙 抬轿子失踪了 轿子里的人没事 无论是伤是死 很多人的衣服都不翼而飞了 而昌平轿场中 衣物银钱首饰器皿敏散落了一地 你要说这从宣武门到昌平 少说有三十公里吧 更有后人提出史书中记载着 爆炸中心 不分寸木 无焚烧之计 以及有如灵芝黑色者 冲天而起 惊石方散 是什么样的爆炸中心点 能没有焚烧的痕迹 又是什么样的爆炸 会有像灵芝一样的蘑菇云呢 于是远古外星人武器 远古核爆等说法 它来了 因为我本身对外星人 就非常感兴趣 我也时常会想 毕竟宇宙这么大 如果只有人类 那岂不是太孤单 也太浪费了吗 所以我们就从 最有科幻感的 远古外星人武器说起 当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 试图揭开 外星人究竟是 出于什么样的变态心理 要对大明江山的百姓下手时 就发现 很多文章里都提到了 这句爆炸中心 不焚寸木 无焚烧之计 但却从没有人提到 这句话的出处 那么如果只有现代人 一直在隐喻用这句话 而没有出处的话 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当我加大力度 继续搜索后 终于在网络中 一个非常不起眼的角落里 找到了这句话的出处 是天变底钞里的一句名言 不焚寸木 无焚烧之计 其实讲心里话 看到这儿我心就凉了一半 因为天变底钞说起来 其实就像现在的街头小报 是野史 但我还是抱着一丝侥幸 想到 可能很多时候野史 才是最真实的社会体现吧 所以我查阅了天变底钞的原文 结果让我尤为震惊 将近三千多字的天变底钞 我反复看了N变 都没有找到 不焚寸木 无焚烧之计这九个大字 就连街头小报 都没有这种记载 那这远古外星人的武器论调 是真的可以彻底飞走了 当然在查阅这个 可能是由现代创作者 天由加醋 写进去的谬论时 我就发现在 《御史王爷号》的奏折中写道 尘土火墓四面飞极 房屋凉船 瓦窗壁如落叶纷飞 火焰烟云逐天 四边颓圆 猎屋之声不绝 也就是说 大火烧的房子 噼里啪啦乱响 火光直冲云霄 灰烬像落叶一样漫天飞舞 都烧成这样了 还叫无焚烧之计 原来古人并没有说谎 是 算了 脏话还是由你们来讲吧 那么像地震说 龙卷风说 蚩美王两说 这种太扯的 咱们就不提了 像陨石说 虽然听起来有板有眼 但你要对我们的古人 有点自信心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里 就已经开始记载 陨石坠落事件了 咱们的古人 对陨石这种东西 还是比较有清晰的认知 何况明代还有像钦天舰这种专门负责观察天象的官员 他们也真不是吃干饭的 那么下面我们就着重的根据蘑菇云来重点分析下明代人究竟是如何研究核武器的吧 也就是说有像灵芝一样的黑烟直冲云霄很久才散去 咱们且不谈核武器 单说这蘑菇云是怎么来的呢 简而言之 当热武器爆炸时 会因为爆炸中心的温度过高 从而形成一个类似于柱状的高温真空区域 热气迅速的向上升腾 并卷起尘土 就形成了蘑菇梗 随着热气不断升高 最终和周围空气达到了同样的压力时 被卷上来的尘土就会随之向外扩散落下去 这样就形成了蘑菇头 应该不难理解吧 所以说不只是核弹 大规模的TNT爆炸也会产生蘑菇云 那真相似乎就在眼前了吧 实际上被说的匪夷所思 神秘无比的天启大爆炸 可能真就像官员们所汇报的那样 只是王公厂的火药爆炸了 那么像周某这种聊着聊着天 头就突然没了 别人却完好无损 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我的分析判断认为 记载中由王公厂为爆炸中心的重灾区 辐射范围大概是1.5公里的直径 也就是大约750米左右的半径 而菜市口离王公厂有大约1.8公里 所以周某并不在爆炸的重灾区内 甚至可以说离得很远 我认为很可能是某些铁器被炸飞后 恰巧消掉了周某的头 这种可能性比较大也比较合理 看过死神来了的 应该都能脑补出这个画面 至于很多人的衣物不翼而飞 有可能是爆炸所引发的热浪与冲击波 在灼烧衣服的同时 把衣服也一并盖走了 那么姑娘坐在轿子里 好端端的衣服就没了 怎么解释呢 这个我就真有点无能为力了 如果你有什么发现 记得在评论区 告诉大家 虽然说事实难料 真相早已掩埋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但排除一切神秘未知力量来看 这是我能想到最理性客观的解释 当然有很多人感到疑惑 像这种存放火药的军事种地 怎么就会平白无故的爆炸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我认为问题可能也就出在 它根本就不是平白无故 明史五行之二中记载 大明万历三十三年 官军于盔甲厂之火药 药年久 宁如石 用斧劈之火突发 声若震停 刀枪火箭 迸射百步外 军民死者无数 简而言之就是火药厂由火药寿巢 结成了快壮 官兵用大斧子一批 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 你看明西宗朱油孝他爷爷 明神宗朱义军在位时期 其实就干过这种事 著名的木匠皇帝明西宗朱油孝 接手大明江山石 其实本来就是个烂摊子 再加上朱油孝 整日沉迷于木匠活 不问朝政 这就直接导致了 素有九千岁之城的 大宦官魏忠贤 作威作福 霍乱朝纲 所以回到我最初那个问题 你说朱油孝 他是明君吗 以我个人的见解来说 明君的标配 起码是治国有方 国泰民安 而昏君则各有各的荒唐 虽说明西宗本身 作为一个沉迷于木匠活的帝王 看起来是人畜无害的 可你是一代君王啊 如果是平头百姓 自然是没什么 但身在其位 必谋其职 作为真龙天子 百姓之主 顽虎之首 就是昏君 我认为这个道理 放之四海皆准 亘古不变 所以说 不管是过去 现在还是未来 在昏君当道的国度 旁人眼里 各种看似曲折离奇 难以解释的现象 可能都不足为奇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订阅 更多精彩内容 我是陈先生 我们下期见